上一节我们学到了初期所说的经典 是初转法轮 中期所说的经典是中转法轮 后期所说的经典就是后转法轮 从时段上来说 初中后三个世纪的经典 可以含射佛陀视线成道后宣说的一切经典 在国猫学派当中 妙玉孝大使依据宗大使所写的 别老一不老一擅缩藏论的秘义 认为三转法轮可以用时间来分 由于是以时间来分 所以三转法轮可以射尽佛陀所说的一切经典 那么三转法轮的名称 是怎么确立的呢 因为初转二转三转法轮的名称 都是因为佛陀各别宣说了特别的内涵 由于天人或佛陀自己称此为转法轮 或转地级法轮 比如说初转二转三转的名称 才确立下来的 既然三转法轮是以时间来分 为什么却不是用均等的三段时间来分呢 因为三次转法轮的时间 三次转法轮这个时段本身呢 其实它并非是同等的时间长度 因为佛陀说法都是依着所化级的根基而说 比如说什么时候因缘成熟该宣说什么法 佛陀就宣说什么法 就像佛陀视线成道后不久 在陆叶院为吴比丘宣说 四地法门 阿若乔臣儒等 他就正得了果位 于是呢 要查 及天人们欢呼 佛陀转法轮 《新年大藏经》中的 《易静大师翻译的三转法轮经》中 说 儿时世尊说是法师 聚受乔臣儒 及拔腕诛天 远臣离构 得法眼镜 佛告乔臣儒 儒解词法佛 达言 以解世尊 儒解词法佛 达言 以解善事 由乔臣儒 截了法故 因此呢 记名 阿若乔臣儒 这个阿若呢 就是截了的意思 是 时 地局要查 闻佛说以 出大音声 告人天曰 人等当之佛在 婆罗尼斯 仙人堕处 失路临终 广说三转十二形象法轮 由此 能与 天人 魔 犯 沙门 婆罗门 一切时间 为大饶益 令同犯横者 素质安稳 涅槃之处 人天增胜 阿苏罗 减少 这段经文呢 宣说了佛 佛 佛陀转法轮 转四地法轮后呢 比如说地局要查呀 欢呼 佛陀转法轮的这个公案 就是讲这样一段 史实 那么从佛出转法轮 开始呢 一直到宣讲 佛若经之前 所说的经典 都算是 初转法轮 但是并非所有的 初转法轮呢 都是在宣讲四地的 例如呢 佛陀 告诫 吴比丘 要 圆整下群 这是呢 初转时期的 所说的经典 是初转法轮 但 它不是 四地法轮 所以妙云孝大师 特别 做了区分 说初转法轮 与解身秘境 所说的初转法轮 或初转四地法轮 这两者的范围 是不一样的 初转法轮的范围 大不大 是大的 而解身秘境 所说的初转法轮 是特指佛陀 在第一时期 所宣说的四地法轮等 开始诸法 圣意中 有自相的经典 所以佛陀 宣说了四地法轮之后呢 过了一段时间 然后宣说了 波若经 然后妙云孝大师认为呢 波若经 是在宣说四地法轮 后的隔一年 让佛陀宣说的 那佛陀 初转四地法轮的时候呢 宣说诸法 有自相 但是 到了 波若经的时候呢 佛说就 宣说诸法 无自相 因此呢 波若经被称为 中转 无相法轮 关于这一段呢 大波若经中有记载 大家可以看一下 说大波若经中记载呢 而是无量百千天子 住虚空中 欢喜永悦 以天所有 瓦波罗花 这个瓦波罗花就是 幽波罗花 以前就幽波罗花 它也是青年花 就瓦波罗花 波特瓦波罗花 居瓦波罗花 奔陀利花 微妙樱花 集诸香莫 而散佛上 就是给佛散花呀 然后更相庆慰 同声畅言 我等金者 于詹布周 见佛第二转 妙法轮 此中的无量百千天子 闻说波若波罗蜜多 同时正的 无声法人 所以由于天人呢 称佛宣说 宣说波罗金为第二法轮 所以称为第二法轮 那么从佛陀宣说 中转法轮开始 然后一直到呢 宣讲解身秘经之前 所说的经典呢 都算是中转法轮 但是呢 并非所有的中转法轮 都是在宣讲无自信的 隋妙一笑大使 特别又做了区分 说中转法轮 与解身秘经所说的 中转法轮 或无相法轮 这两者的范围 还是不一样的 中转法轮的范围 大不大呢 是大的 而解身秘经所说的 中转法轮 是特别指佛陀 在第二时期 所宣说的 无相法轮等 开示诸法 圣意中 无自信的经典 在大制度论里面呢 对于初转二转法轮呢 有一段问答 然后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我们是否又有同样的 这样的问题呢 大制度论中 问曰 初说法令人得道 是名转法轮 今何以言第二法轮转 若以佛说 名为转法轮者 结是法轮 何限第二 这个问题是说 在初转法轮的时候呢 佛陀说法令人得道 诸天欢喜 庆祝 属佛陀 转法轮了 那么为什么 现在会说 第二法轮转呢 如果佛陀说法 名为转法轮 那么只要佛陀说法 都是在转法轮 为什么要限定 佛宣说 波入经 是第二法轮呢 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呢 他的心中可能在想 佛陀从宣讲 四地法轮之后 还宣说了很多法 如果佛陀说法 都算是转法轮的话 那么佛陀应该在宣讲 波入经之前 就宣讲了许多法轮 为何天子们会限定说 佛陀宣说 波入经 是第二法轮呢 然后对于这个问题呢 大致度论中 有回答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致度论中 回答说 初说法 明定十亿法轮 因初转 乃至法禁 通明为转 是诸天 见识会中 多有人 发无上道 得无声法人 见识利 故赞言 第二转 法轮 初转法轮 拔万诸天 得无声法人 阿若乔诚如 一人得出道 今无量诸天 得无声法人 事故说 第二法轮转 那么简单来说呢 佛陀第一次说法 就确定是初转法轮 从初转法轮 到最后说法 都是转法轮 但是呢 在宣讲波入经的时候 诸天看到会中呢 这个法会中啊 有许多许多人 发了无上道 然后还有 无量的诸天 获得了无声法人 因此呢 才赞叹说 是第二法轮 那佛陀宣讲了 解身密经之后呢 一直到涅槃之间 所宣说的经典 注意哦 注意 佛陀宣讲了 解身密经之后 一直到涅槃之间 所宣说的经典 都是第三法轮 那么解身密经中呢 圣一生菩萨 出现了一个菩萨 谁呢 圣一生菩萨 圣一生菩萨 对于佛 对于佛陀呢 初转 与中转时宣说 诸法有自相 与诸法无自相 不知道呢 应该 去哪一个 就是有点 视线懵了 一初转和 二转是怎么 怎么取呢 所以就请问了佛陀 应该怎么样的解释 佛陀初转法轮 与中转法轮的 密意呢 所以佛陀在 解身密经中 依着三无自信性 而解释了 步入经中 宣说一切法 无自信的密意 那么在解身密经中呢 圣一生菩萨 听完佛陀的解释之后 说 世尊 今于第三十种 仆未发去 一切乘者 依一切法 皆无自信 无生无灭 本来寂静 自信涅槃 以善变相 以善变相 转正法轮 第一 甚其 最为稀有 世尊于今 所转法轮 无上 无荣 世真了义 非诸争论 安足出所 因此呢 正式的出现了 第三法轮的 名称 以上呢 就是三转法轮的 由来 如果大家想广学的话 可以在相关里 再继续学 所以解释密经 对于诸法本质的解释 与四地法轮 还有步入经的 无相法轮的解释方式 一必样啊 是不一样的 那么佛陀转四地法轮的时候呢 宣说诸法 有自想 但是 到了波尔经的时候 宣说诸法 什么呀 诸法 无自想 对不对 那么 在宣说到解释密经的时候 说诸法 有些有自想 有些没有自想 要善加辨别 因此被称为 善辩法轮 辨别的辩 那么同样的 并非所有的第三法轮 都是宣讲 善辩法轮中的 三无自信性的内涵 例如佛陀所宣说的 佛一教经啊 也是在这个时期宣说的 是第三法轮 但是并没有宣说 三无自信性的内涵 所以宁营教大师 特别做了区分 这也又区分了 第三法轮呢 与解释密经中 所说的第三法轮 或善辩法轮 两者的范围 一不一样啊 是不一样的 第三法轮的范围大 而解释密经所显示的 第三法轮 则是特指 佛陀在第三个时段 所说的 什么法轮呢 善辩法轮的 开始什么 开始 三无自信性的经典 好吗 为什么我费用了 周围大饭 咬下工 我费用了